感覺我這禮拜都在介紹一些倒閉款 尤其是這些重磅聯名的倒閉款 我是老HighB The Old High Beast 今天要介紹的是 曾經在2011年所推出的 在今年又復刻的 北京Dunk High的 藤原號閃電Fragment聯名 我的頻道專門介紹球鞋的開箱 發售資訊還有它的在售價格的評論 新來的朋友們還沒有看過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你按讚、分享、訂閱 把我的影片分成給世界各地的朋友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在下面關注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來追蹤我喔 那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雙 重磅聯名款 可是價格還蠻倒閉的 就是這雙北京的Dunk High 是藤原號的Fragment閃電的聯名 到底是為什麼最近重磅的聯名款 尤其是沙凱的Blazer Low 還有像這雙藤原號的名稱 都不如以往的閃亮呢 甚至呢我前幾天介紹的死亡之吻 不管是原主OG配色和查 都慘遭滑鐵盧呢 這雙真的是這麼沒有創意嗎 讓我們來近拍看看吧 人家說藤原號是蓋漿大師 真的是名不虛傳的 因為呢這雙鞋如果沒有看到後面的閃電的話 根本看不出來就是藤原號 或者是重磅聯名 那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 再收價格就反映出來了 首先我們看到這雙鞋呢 主要呢就是一個 黑、紫和白的配色 它的設計呢比較適合像秋天系的 因為它是暗色系的 那這雙鞋不同於2010年的那雙呢 是其中一隻腳呢 它的黑只是對調的 不過在今年復刻的這個版本呢 在這個外層這邊的皮革是黑色的 在內側它是紫色的 那側面呢還有這個黑色的勾 另外一個除了鞋跟這個閃電之外 比較明顯的就是這個中底的部位印上一些字 那字體上面呢 DJ-0382呢是它的型號 SU-21想必就是夏天21版的意思 後面就是阿里阿澤一對字 寫著Nike Dunk Fragment Design 這兩個元素拿掉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登開 那我們從正面看的話 它的皮革的材質呢 要我評論的話 並不是最糟的 可是也沒有高級到哪裡去 稍微比今年的廉價蛋好一點點 可是也是算塑膠感頗重 稍微厚一點就是了 它的toe box的部位呢 是紫色的 延伸上去的黑色鞋帶 配上黑色的鞋舌 鞋舌的頂端呢 有著黑色的標籤 配上紫色的Nike Go 而鞋子的內側的設計跟外側是差不多的 當然這雙鞋的亮點全部都在中底和後鞋跟的這個閃電上面 畢竟呢 你比原價多花到40塊 就是為了這個藤圓號閃電嘛 那基本上鞋子的內側呢 就是無其麻黑的都是黑色的 非常耐張或是髒的話看不到 最明顯的就是鞋墊上面那個穿一穿可能就會掉的 藤圓號閃電的大logo 紫色的 那各位朋友們在買聯名款的時候 會建議這種設計比較平常 只是蓋個章的設計呢 或者是比較喜歡像Sakai和Off-White這樣子 解構式精神 把整雙鞋重組拼裝呢 在下面留個言告訴老海逼吧 好啦 不多說了 讓我盡快的為大家呈現這雙鞋的上腳石穿的樣貌吧 好 在我們看完360度的近拍 還有上角時穿之後 來彈這雙鞋的尺寸 這雙Dunkkai呢跟一般的Dunkkai差不多 我平常穿的是US成人9號的 這雙穿在腳上的感覺差不多 不需要買帶不用買小 買正常尺寸就好了 以舒適度的話 Dunkkai這種鞋款並沒有什麼高科技的 畢竟是三四十年前的鞋底中底科技 所以不是買來舒適是買來潮用的 講到在售價格的話 剛剛一開始就講到倒閉款之一 還沒有到倒閉要賠錢的地步 可是你在在售平台賣的話 也沒有賺幾毛錢 這雙呢 因為是重磅聯名 所以它定價比較高一點 蓋了這個閃電章 就原價從110塊美金變成150塊美金了 可是呢 以這個US成人9號呢 它在售價格目前 座落大概在200美金左右 不是很高 扣完所需費的話 了不起一個便當錢而已 以這麼重磅的閃電聯名算起來呢 算是非常低的價位了 藤原號閃電的受歡迎度已經不如從前了 大家喜歡球鞋的胃口都被養大了 純粹在這種很普通的鞋款上面印一個章呢 是不夠的 通常都要像Offwire啊 Sakai搞這種 解構式啊 特別的設計才會受人家的親愛 那當然也不是每一雙鞋都是設計的就會親愛 像死亡之吻呢 可能把15年前那個設計拿出來 大家無法接受透明鞋頭就不喜歡了 在去年出了那個 Jordan三代的藤原號聯名呢 當初風聲也是非常高 可是呢 你看現在US成人9號的 甚至連400美金都不到了 當然那雙有一個很大的瑕疵 就是它後面鞋跟那個透明板塊呢 很容易發黃 根本連沒有穿就發黃了 不過呢這雙來講 顏色是非常保守 像這種黑色紫色的配色呢 非常適合秋天穿的 如果不建議這種比較平庸的設計 只是蓋一個章的話 就算是一個非常低調的聯名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